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您乖 秋冬這個季節 最健康的蔬菜之一 就是我手上這一些盛產的大白菜 你知道嗎 美國癌症醫學的學會 把它公認為 蔬菜當中抗癌第二名 抗癌第一名叫大蒜 第二名就叫做大白菜 大白菜可是百菜之王 尤其天氣越冷 大白菜越好吃 大白菜不只是好吃 它們還高鮮低熱量 營養又健康 還抗癌 健康的大白菜 怎麼樣健康生活來應用 待會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觀眾朋友一起來分享 今天陪我們一起分享的是 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好朋友 劉伯恩醫生 大家好 好 再來是中醫好朋友 周瑋倫醫生 各位 大家好 好 再來是生活好朋友 洪素卿 大家好 好 再來是美國好朋友 杜莉 好 再來是我們的廚房料理好朋友 楊賢英姐姐 好 再來是我們的健康蔬菜好朋友 吳瑞宗大哥 來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素卿我剛剛講大白菜 真的越冷越好吃 而且這個統計資料說韓國 平均每年至少吃35公斤以上 它們還有一個大白菜指數 這個攸關民生 攸關健康 攸關這個冬天怎麼過冬 而且大白菜真的很妙 天氣越冷越好吃 所以很多人都說韓國女生皮膚 不這麼好是不是因為他們每年 都要吃這麼多大白菜 說不定可能真的有點關係 為什麼呢 大白菜最大的特色就是什麼 它的熱量密度非常的低 比如說它100公克的大白菜的 它的熱量大概只有16大卡 這麼低啊 所以它是非常的低 熱量的一個蔬菜 所以對女生來講 這是N5 因為第一個它熱量低 第二個對女生來講 它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它維他命C 相較於比如說 我們一般會想說 維他命C 我可能吃水果會比較多 其實不是的 如果你把它跟蘋果 或跟離子來比 其實它的維他命C 含量遠高於他們 可是熱量卻低於他們 所以它的維他命C的水準 應該已經到了像柑橘類的 可是它比他們的好處是什麼 它熱量只有他們的一半 甚至三分之一不到 所以是低熱量密度之下 可以擁有比較高的維他命C 另外一個最大重點 就剛才講到一件事 就是說它是抗癌的 這個非常好的生活 因為它裡面除了我們一般講 我們知道它是十字花科 他們家族的 所以除了一般的 我們叫做什麼蘿蔔硫素之外 還有銀朵 然後他們發現說銀朵 在一些乳腺癌的細胞會表現什麼 他說這個特定的銀朵 我們那個乳腺癌 有些會快速增生對不對 你記不記得 有一個很有名的老闆她太太 她的乳癌就長得非常的快 那你說有些乳腺癌 它增生得非常快 可能跟裡面 它一個調控細胞的這種生長的 這種周期的調控因子有關 他們就發現這個銀朵 可以去抑制這個調控因子的失常 所以發現說 所以它抗癌跟抗乳癌喔 對 沒有錯 所以它可能包括 以前我們熟知的大腸癌之外 它可能對乳癌也是有幫助的 甚至攝護腺癌也可能有幫助 那問一下劉醫師 那難怪美國的醫學學會 把它列為抗癌蔬菜前三名 那聽說第一名叫大蒜 第二名就叫大白菜 沒錯 沒錯 它列了30種 這個所謂抗癌的一個蔬果 那大蒜第一名這個是第二名 我們那時候看的也是很訝異 那一般來講這裡面 除了剛剛蘇琴講的這些像銀朵 跟蘿蔔柳素 跟一流青蒜的這些東西 然後還有包括葉黃素 葉酸還有一些部分的礦物質 那剛剛我補充剛剛蘇琴講的 像銀朵就很特別 那為什麼他對這個降低乳癌 其實還有子宮內膜癌跟卵巢癌 攝護腺癌 因為他在我們這個女生的磁激素 他到肝臟之後 他會分成兩個步驟 一個往一個好的代謝物走 一個往壞的代謝物走 我們現在研究發現 很多這個女性癌症的病人 他的這個往壞的這個路徑 走的特別多 銀朵很妙的 他會把你的磁激素 會往好的代謝路徑走 對 那個叫二腔 這種東西來講 這種代謝物的話 就不容易刺激我們乳腺 跟子宮內膜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這包括蘿蔔硫素跟易硫七酸鹽 我特別強調 我們常常講護肝護肝 我們肝臟有所謂的第一 跟第二階段解毒的過程 這兩種含瘤的化合物 他剛好可以把我們第一 到第二階段解毒的過程當中 不好代謝物結合再排掉 換句話說會對我們護肝非常有幫助 整個來講 所以他抗癌的能力 就從這些過來 當然還有包括什麼葉黃素 包括我們葉酸 葉酸跟防止大腸直腸還是有關係的 葉黃素是夠薄粒嗎 不止 他一般來講 現在是對這個DNA 我們這裡面的抗氧化 抗自由基破壞有關係 不是光是對眼鏡有好處 所以大白菜的優點 就剛剛講 低熱量 高鮮 然後抗癌 還飽肝 然後對眼睛 對葉酸 心血管都非常好 很有幫助 這個季節更應該好好多吃 我請我右手邊的來賓一起出來 這個瑞宗大哥今天幫我們找了 市面上最常見到的品種 對 那其實白菜有很多家族的品種 比方說今天給大家看 大小小炒這麼多 這個是有的時候我們吃到很可愛的 迷你的娃娃菜 對 娃娃菜 那事實上娃娃菜它分兩個 一個是以前是芽長出來 把它拔起來的娃娃菜 另外現在因為它很受歡迎 已經有人專門種 娃娃菜這個品種了 以前是算是皇宮貴族在吃的 這個以前是皇宮貴族吃的 對 因為它的口感非常鮮嫩 比較嫩 這個大的天津白菜就比較粗 像這個的話就是 做醃漬或加工使用 所以這個在台灣目前 使用算是最少的 目前我們還是以大白菜 跟所謂的山東白菜 這兩為大中 那瑞宗大哥 給觀眾朋友分享的是 台灣人最常吃的是這一種 這比較有感情 這種從小吃到大 而且它真的是物美價廉 尤其在為什麼冬天 很多農民都會盛產 種植也很多 因為我們像第二期 稻作結束之後 我們不是有一些堆綠肥嗎 對 那其實像這個 就是很好的一種 經濟作物 它可以兼做綠肥 就是它外面的葉子 可以當綠肥 裡面的那個菜 可以拿來賣 一舉數得 然後這個就是傳統的 山東大白菜對不對 像這個就是我們常在 像韓國只種這一種 韓國媽媽煙泡菜 對 煙泡菜就用這一種 因為這個它纖維比較粗 比較適合當什麼 當醃漬的 或是我們那個酸白菜 這種是比較多的 所以這個來說 就是比較適合 比如說做加工食品使用 所以台灣是比較少 可是像我們做火鍋 有時候冬天 它比較耐久煮 我懂我懂 它在湯裡頭 比較不會軟爛 不會軟爛 對 那相對的 其實現在如果說 你要小家庭的話 還是以這種所謂的那種 傳統的捷梗白菜為主 然後這種山東白菜 去火鍋 或者是做醃漬 或做泡菜使用 那因為韓國本身 他們緯度比較高 所以他們那個什麼 叫越冬白菜 就是 聽說來做泡菜是最好的 因為本身也沒有農藥殘留 然後口感也最酥脆 好 那你今天也給觀眾朋友 分享看一個 這個叫黃金白菜 它本人就比較金黃色 然後剖開我們今天這個 給觀眾朋友看的剖面 好漂亮喔 就是貴族很焦貴 因為它是屬於高山 其實品種都一樣 我發現說 你說這個跟這個品種一樣 類似 真的喔 它比較接近像這一種 山東白 對 山東白 那差別是因為它尾度比較高 它其實台灣很好 台灣溫差大 韓國的話冷就很冷 對 然後熱就很熱 台灣的話你看高山上面 我說太陽白天很熱 晚上很冷 所以極具的冷熱之外 它會植物很厲害 它本身會做一個什麼 你知道嗎 會做一個什麼結構性的改變 對 所以它變成金黃色的 所以它聽說B群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因為高山的關係 對 所以溫差大 所以你看密度也特別 特別緊實 對 好 那問一下杜莉 美國人吃不吃大白菜 其實我在美國 完全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大白菜 我第一次看到就是在台灣 而且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是去一個 都是便當店那種 便當店 然後就說 因為我鍋魚沒有很好 然後我就說 我要買一個高麗菜 她說這不是高麗菜 我說明明就是高麗菜 等一下騙外國人就對了 她說沒有 這是大白菜 後來我吃到 我就覺得 真的是跟高麗菜不一樣 而且味道他們很甜 然後也沒有 他們聽說很健康 對 所以後來就開始在台灣 吃這一種大白菜 對 那問一下賢英姐姐 台灣最常買 台灣媽媽最愛的 就是這一種對不對 其實是分季節 假如說你在11月之前 你要買這個山東大白菜 是買不到 你只能買到這樣 而且是更小顆的 因為它還沒有長出來 可是你要是 再過了12月以後 你想要買這個白菜 買不到 你可能就要買到 像這樣子的 所以我其實是看季節 反正就是說 你只要在菜市場 看到這個是大粗的 你就買回到家 就沒錯了 好 那買回到家 你通常會怎麼樣來保存 怎麼樣來分裝 這個比較焦貴一點 而且這個個子小 我通常我會直接塑膠袋 沒有要吃到直接塑膠袋 綁緊 一定要綁緊 不綁緊 它其實空氣進去 可能會有氧化 會比較軟化什麼問題 這麼小的 可是我要是想買到 這麼大顆的 因為這個大顆的話 通常會到這麼大顆 通常都已經是15塊錢 兩顆了 或是說10塊錢兩顆 這個時候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平衡 夏天那個一顆 100 200塊的那個價錢 所以你一次都會買 兩顆回來 真的是台灣 兩顆30塊 這兩顆回來 我冰箱怎麼擺 對不對 對 怎麼擺 對 我通常我會買 像這有點點 那個咖啡色 它就有點小吃 其實這個白菜 我會很喜歡 就剝掉這一片 可是還是擺不下對不對 怎麼辦 我就會把它剝 剝 剝 剝到剩下好年 剝到剩下黃金白菜的身體 因為他剛剛講到一個重要的點 他一口氣買兩顆 三顆 冰箱塞不下 對不對 所以他不但要買兩顆 三顆 他還要分裝 對 對 我跟你講 媽媽們 你一定要學我 對 省錢主婦大作戰 而且我跟你講 白菜的保存很好保存 你會剝到什麼程度 我會剝到像黃金白菜 再剝 再剝 剝的 你剝的 好 我們來看他多省錢 他位置在冬天很好的 因為他在冬天來說 可以清熱出飯 我覺得周太益這個很好 又可以吹汗 然後可以增加這個 我們基礎代謝率 這個吃得絕對不會胖 吃得還身材不會吃得很好 你應該是十年前 只有告訴我這句話 好 這樣子 省錢主婦大作戰 而且我跟你講 白菜的保存很好保存 好 你會剝到什麼程度 我會剝到像黃金白菜 再剝 再剝 剝的 你剝的 好 我們來看他多省錢 好 像這樣子就很漂亮 我先講這個部分 好 感覺十五塊變成剝的 我自己已經剝了 自己白菜了 對 貴族了對不對 對 好 再來呢 因為很小對不對 白菜我冰箱就擺得下 我大概講說我買兩顆 我其實是兩顆通通 兩顆同時剝 這是一顆 另外一顆我也剝掉 這一顆就可以保存了 就這一顆 我會再剝小一點點 今天時間 時間的關係 我會再剝四五片起來 一顆就比較小的 就大一點的塑膠袋 全部 把它綁緊 整個綁好 不能讓它有空氣進去 這樣以後要吃的時候 這個其實可以放冰箱 至少21天 保鮮 21天 對 21天至少 好 這個洗乾淨了 這個也不會丟 這個會怎麼處理 這個因為我有兩顆了 對不對 我就全部洗乾淨 洗乾淨了以後 我就直接一鍋水 一鍋水燒滾了 燒滾以後把它火關掉 所以先從這個梗開始 比方說這是一個鍋子 對不對 這樣梗先泡 大概10秒 因為葉子不要泡太久 大概10秒到15秒 放倒 過一下水 馬上這邊有一個冰開水 對 因為冬天反正水都是冰的 對 趕快過冷水 過了冷水 它就像這樣 就會長成這樣 不能泡太久 你不能把它煮到熟 像這樣 好 這就是三溫暖過的 好 三溫暖過的 通常你怎麼用 好 三溫暖過 像這樣泡過水以後 你一定要把水整個幾個 然後就放到我們的保鮮盒裡面 通常假如說你是生鮮的 這樣子 大概一盤 大概炒個三片 就一盤 可是你這樣子的方式 你可以六片炒一盤 就等於是增加了吃的量 然後我通常就這樣子 直接 因為是乾淨的 直接切我要的大小 再炒我要的各種的料理 好 瑞宗大哥 另外一個你要提醒大家 像這樣子的解梗白菜 還有一個東西很注意 就是要清洗乾淨 對 因為其實台灣畢竟是雅樂袋 冬天雖然說比較冷 但是也不是像韓國這麼冷 所以像韓國 越冬白菜是不需要噴農藥 所以他們可以直接把那個 越冬白菜或者是高冷白菜 來直接做那個 像他們就是外面洗一洗 裡面直接剝 對 然後直接去做泡菜 但我們台灣沒辦法是因為說 一定多少會噴曬農藥 因為可能是除草劑之類的 很簡單是回去的時候 來 我們就請我們的 你會從這個蒂頭那裡 先切掉 切斷之後 好 我給鏡頭看一下 我們大概切成這樣 對 再切深一點 1.5公分都可以 都可以 好 那接著下來 就把它撥片清洗 對 然後我們也是一樣 用簡單的蘇打粉就可以了 好 我們大概來 準備了一盆的水 對 蘇打粉適量就可以了 然後放一點這個 可以清洗的蘇打粉 對 或者是說 我們家裡有什麼碳酸鈣粉都可以 好 把它丟下去 然後把它浸泡一下就可以了 因為事實上我們已經把最外面那一層 大概剝了大概兩三層掉了 對 那如果家裡有養鴨子 可以試試看 如果鴨子吃了之後沒事 就把這一顆 基本上就沒有試了 對 最快的方式 還看你的鴨子 因為之前真的有社會案件 就是回去撿這個菜 開口給鴨子吃 鴨子就掛了 真的啊 因為那一年高麗菜剛好很貴 盛產所以農民等不到那個 藥效期過的時候 他就拿出來 但是那個是很久很久之前 現在沒有了 OK 好 所以就是這樣一片一片剝開來 對 單獨洗 單獨這樣洗 然後稍微量一下 事實上這樣就很好了 我要補充一下 很多媽媽們習慣性 踏踏一下一切 對剖 對剖這樣切 然後這樣洗那是不行 因為你這個切面 就是浪費掉 因為洗到也會氧化掉 我們會像五哥這樣 五大哥這樣一片一片的剝 對 就像我這樣一片一片的剝 就是它是結球的蔬菜 所以你不要浪費 對 你就是外面一片一片的 我們知道甜度比較不會流失掉 但是你整顆都要洗嗎 還是都要 都要 都要洗 我從來沒有這樣子過 我都不知道 都要這樣洗 要這樣洗 這已經有問題了吧 沒有 因為白菜來講 它這個長得包新 要兩到三月的時間 然後他們固定的施肥跟除蟲 還有一些落成 事實上包新的地方 我以前看過很多年 它吃火鍋切了就丟下去 那裡面其實農藥還是滿高的 所以要像我們無限這樣 一片一片打開要洗 這樣才乾淨 所以這種洗法就一片一片洗乾淨 對 然後鹹英姐姐也是 所以鹹英姐姐剩下的這一顆 就會是裡頭比較接近菜心的球狀 對 好 那謝謝我們瑞宗大哥 跟鹹英姐姐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周文文醫生 聽說要跟觀眾朋友分享 一個冬天可以吃當令季節的大白菜 而且吃得會長壽的松薄長青 對 因為大白菜可以放很久 都不會老掉 所以它就是跟松薄一樣的很長壽 那我剛才聽到那個鹹英老師 一直講說好便宜好便宜 我覺得不太便宜 因為這東西其實真的太便宜 可是它為什麼在冬天很好呢 因為它在中醫來說可以清熱除蟆 那清熱除蟆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就是22K 就是你拿的薪水是白菜的價錢 可是你的一用的薪是白粉的薪 就吃白粉的薪 所以它其實很用心 你很容易很燥熱 冬天很煩躁的時候 它這東西反而會讓你清熱除煩躁 所以我們就 我們用它的比較節儉的方法 好 我們先把頭 蒂頭去掉 蒂頭去掉 因為這地方本來就是不能吃的 但是我為了要讓 像秦玲老師一樣 它要放在冰箱儲存 所以我就不要的是 從中間對剖了 對剖的地方 這是我要的白菜新的地方 可是這地方是我之後要煮 砂鍋魚頭的 我就把它放去儲存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可以吃菜 那這一個比較梗的部分 吃的是涼拌的菜 對 涼拌的地方 而且我們今天挑的這一顆 是山東大白菜 對 它是非常漂亮的 那我們告訴觀眾一個重點 就是你拿起來之後 大部分都說要順著纖維切 就是順著纖維這樣切 事實上是不好吃的 我們喜歡逆紋切 逆紋切的意思就是 我們用它 我剛才切下來對不對 我逆著它這樣切 你這樣吃起來才不會 你的嘴巴才不會累 才會酸 這樣才會脆 對 因為我幫你把它的纖維 橫切 膩掉了 所以這才是白菜新的做法 然後越細越漂亮 越細越漂亮這樣 這是年菜的做法 這就是我做好 那這個就是周醫師 事先準備的白菜新 是的 白菜新 那我就把它抓到這邊之後 我事先放在這裡 我要先擺盤 好 對不對 先擺盤 已經進過冰水的白菜 我就把它放在這邊 做立體狀的擺盤 做出來了 那因為它必須要有些顏色 但是為什麼要有顏色呢 因為白菜中醫來說 是比較冷一點的 那有些人吃會比較容易腹瀉 甚至有些像子宮下垂 或是分泌物比較多 或是一個比較容易利尿 和腹瀉的人 他比較不能夠接受這種 他對他腸胃太容易刺激的 所以我想到用顏色去處理它 顏色第一個是 我選的是辣椒 對 辣椒下去 對 辣椒下去的話 它本身可以刺激 那因為辣椒本身可以刺激血管 那再來的話 我們用的是蒜末 蒜末可以讓它減除 它的一個冷的和寒性下去的 那因為有一些人 他本身取它的是 因為它可以去解熱解毒 我們用胡蘿蔔素下去 就是一個紅蘿蔔下去 好 所以這是一個涼拌菜 是的 我們放了這個大白菜的菜心 然後切了一點辣椒絲 那放了一點蒜末 再放了一點紅蘿蔔絲 上面這個是蔥絲 對 蔥絲的話 促進一個循環之外 它有一個味道 可以去讓那個白菜甜味 可以刺激起來 那再來我們就加上一個常常 大家年菜常看到的豆干 為什麼叫豆干呢 我們現在豆干跟花生 開始會有一個就是 讓你的一個身體會長生不老 和長生和長壽的意思在這個年菜 所以我們就加上豆干下去 這是有一個煮過 燙過就可以了 好 燙過的豆干乾絲 是的 再把一個花生撒上去就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 都沒有什麼味道對不對 對 因為我要加上一個鹽 鹽在這裡 鹽嚼一點點就好了 鹽適量就可以了 主要它的一個風味是在於一個砂糖 砂糖的話 砂糖和醋的味道 我選的是我們的砂糖和醋 是1比1下去的 因為醋的味道會比較重 我們加上砂糖 還沒加 還沒加 我想說 中醫師加了一點鹽 那加了一點砂糖 那現在準備加的是醋 那醋跟砂糖是1比1 醋是一般的白醋水果醋都可以嗎 我喜歡用果醋 因為果醋的本身不會那麼的酸色 加上了兩匙半下去 好 然後重點是最後 最後最後 當你要呈現給客人吃 或家人吃的時候 最後我們才加上香油 好 下去就可以 我再加多一點好了 因為香油滿香的 好 一匙香油 對 是的 那我們在吃之前 再把它抓一抓就可 可是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於有些人吃比較重口味 和冬天比較冷 我們喜歡加上辣油 好 歡迎你再加 這個聽說是加傳辣油 加了一點點的辣椒跟辣油 這樣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試吃囉 好 我們周炭依依的松柏長青 我覺得有館子的小菜的感覺 很好吃 你看連美國人都吃得很開心 對 你看我這種身材 我什麼都吃得很開心好不好 他已經吃了涼飯了 對啊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像 我們中國菜裡面的沙拉的感覺 對 涼飯 可是它的醬汁用得非常的清淡 可是味道是夠的 所以就很好吃 而且重點是 它的營養搭配上也是有相輔相成的意思 因為中醫會想說白菜可能比較寒涼 可是我們剛好加辣椒 就讓它比較不會那麼寒涼 而且辣椒素本身也是近幾年來 其實很火紅的一個成分 比如說辣椒素他們認為說 有做一個研究很妙 我剛才說白菜跟乳癌有關對不對 辣椒素跟攝護腺癌有關 他們很妙 他們一開始是把人類的攝護腺癌細胞 拿到來體外 就發現辣椒素會讓它萎縮 後來就把這個 社會性癌的細胞 種到老鼠身上去 然後就兩組 有一組有味辣椒素 一組沒有 就發現有味辣椒素那一組 真的可以抑制這個癌症的生長 所以在動物實驗上 所以他們認為說 辣椒素除了以前認為有消炎 止痛 抗發炎的效果之外 它未來可能還有抗癌的潛力 所以你看兩個都同樣可以消炎 兩個都可以抗癌 然後兩個都高 反正有豐富的維他命C 所以你這一盆吃下來老實說 你整個人冬天的時候雖然冷 但是會暖在心裡 而且劉醫師好像大白菜 對於降血壓 血脂 都會有幫助對不對 對 它的纖維本身來講 是不可容性的纖維 在腸道可以吸附我們這個膽固醇 然後對這個腸道這個膽固醇 吸之後會降膽固醇 這個效果是蠻好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本身來講還有高一些這個甲 那甲又可以把這個 一些鈉結抗料 利尿 所以對一些這個 我們這個就是水腫的人 是蠻有效的 那事實上這裡面來講 我剛剛看了 我們用那個花生 花生事實上有很多的 不飽和脂肪酸 那我覺得這個沒有 就是我看了很多人 是用花生粉 對 我覺得周胎醫 這個很好 直接又把花生弄進去 因為花生粉 我們現在擔心黃金毒素 那整個這個來講 又可以吹汗 然後可以增加這個 我們基礎代謝率 其實剛剛都黎 這個吃的絕對不會胖 吃的還生態果育很好 你應該四十年前 只有告訴我這句話 好 這樣子嗎 OK 好 那接下來 瑞宗大哥也要分享 給觀眾朋友 台灣人愛吃白菜 還是愛吃一種小菜 叫白菜乳 對 然後我今天做的是 比較偏北部的 北部的 對 因為北部是加蛋酥 那南部是加那個 鱔魚 對 不一樣的感覺 不一樣的感覺 我們瑞宗大哥 事先做好了這個蛋酥 我給鏡頭看 很漂亮 對 這個蛋酥怎麼做的 潘姐姐就是我們把那個 有人會把它分開 就蛋黃蛋白 那我們加在一起 然後加一點鹽跟水 把它打成那個 打勻之後呢 然後用那個一個塞子 塞的時候用油 油要熱跟火要大 然後炸過之後呢 就成金黃色的 對 然後這個是很重要 這是整道菜的靈魂 它可以提香 也可以做點綴 非常的實用 所以這個是北部版 北部版加蛋酥 南部我感覺很多湯頭 都加鱔魚 還有鱔鱔 對 鱔鱔鱔 其實小時候都是鱔鱔 因為扁魚是比較高檔的 對 鱔鱔是豬皮去炸的 對 好 那我們起的這個平底鍋 下的油 油溫加熱之後 我們要炒爆香的是蝦米 蝦米 對 這很台菜 非常台 對 台菜沒有蝦米就不對味了 對 好 再下的是薑片 因為我們本身白菜的話 它是比較偏韓性的 好 我們就是要一點點薑來做一個 去含的效果 也是一樣把它爆一下 好 爆香炒香 對 我們台菜也不可能少的就是香菇 香菇一定要的 然後廚房三寶 所以今天是白菜乳 感覺這個配方也是油飯的配方 對啊 對不對 你跟家的肉絲更好 真的 所以台灣媽媽感覺家裡廚房必備三寶 是什麼 蝦米 香菇 還有老薑片 老薑片 冬天一樣有薑片 對 剩下味道出來之後 其實要是很簡單 媽媽都可以在家裡自己做的方式 我們把香菇爆香炒香 杜利有聞到香菇香嗎 有 有 你喜歡香菇嗎 還滿喜歡 但是我最喜歡就是那個薑片 真的 好喜歡薑 真的 而且我聽說冬天喝薑糖會 不是糖 對身體很好薑茶 對 它真的很台 他講得出薑草 對啊 拜託 我喜歡吃薑片 吃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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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瑞宗大哥還下了豆皮 豆皮 這增加口感的 因為其實我們台菜裡面很重要 就是它有經驗的飽足感 對 就是吃菜 吃菜 吃菜也要吃肉 對 好 因為這本身我們今天的 那個算是佐料用的比較 比較清淡一點 加水清淡炒法 好 所以我們再加一點金針菇 金針 對 金針菇也是非常高鮮的 白菜其實常常燉煮之後 它就縮水了 對 就你現在感覺我們下了一大鍋 其實待會煮熟 它應該就會縮水 而且它會出水 對 非常少 然後我們這時候 其實這時候 如果家裡有高湯可以調高湯 那我們用蠔油 我們自己調一下 好 我們來調這個高湯 那加了一點點的水 那準備大概多少的蠔油呢 其實一湯匙就夠了 好 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夠 對…其實我們這套菜不加鹽 對 就純粹就是蠔油本身 還有蝦米本身的味道 好 杜莉你分得清楚什麼是蠔油 什麼是醬油嗎 都不是一樣嗎 沒有 這個好像比較濃一點 對不對 對…比較濃稠一點 然後比較甜一點 對 然後醬油就是分兩種 就是比較黑的 然後就… 比較淡的 對 比較淡一點的 你看 好厲害喔 我錯了嘛 你在台灣住多久 住13年 13年喔 對 為什麼來台灣 我也不知道耶 一開始就是來當英文老師 後來就是開始唱歌 然後我現在當歌手 歌手 對 唱什麼歌 都有啊 我唱很多 我唱大部分是婚禮 所以唱Jazz 然後一些台語歌 然後一些國語歌曲都有 台語歌 也有也有 好 價錢會比較高一點喔 沒有 事實上大白菜本身是 低普林一直被醜化 如果說你真的尿酸過高 或痛風的話 你把香菇拿掉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非常低普林的 冬天可以保暖的鍋物了 大白菜裡面還有一個東西叫美 就是你飲食中缺美 會影響你的鈣跟滴的調節 所以你會骨質疏中喔 對 所以你要多吃一些 韓美的食物 大部分是婚禮 所以唱Jazz 然後一些台語歌 然後一些郭語歌曲都有 台語歌 也有 好 價錢會比較高一點喔 沒有 好 我們瑞宗大哥 下了白菜之後 煮飯最後下蛋酥嘛 我們蛋酥先下一半就好了 好 因為最後盛盤再放上面 做點裝飾使用 好 然後這就是有點提味 因為現在整鍋都是白菜的味道 對 但是裸膠蛋酥之後呢 它味道層次完全不一樣 對 好 那我們要稍微燜煮一下 對 要燜一下 我們大概拌一下之後 就把它燜煮了 好 現在水分不多 等一下水分會完全出來 好 那我們蓋上鍋蓋 讓它燜煮一下 那燜煮的同時 鍋蓋你會唱什麼台語歌 所以 你不是會唱台語歌 但他剛剛有說 唱台語歌價格要高一點喔 所以 要看你唱什麼啊 看我的趣啊 要拚吃贏 要拚吃贏 來 我也忘記了 你唱什麼 這個三分 你煮粒 只是是一面晚餐 只是路 疲憊淡寒 哪湯是希望 每期水澎澎 沒有我們用體驗 就糟糕 你心 口皮是海上的波隆 有時去 不是路 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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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最近我賺到了 沒有 我都沒有開場 你們突然這樣說 太棒 太棒 這就已經唱得很迷人了 很厲害 謝謝 謝謝老師們 風味特特別 真的 真的 好 吳大哥 我們肚立唱完 要拚這個 排菜乳就好了 他也好了 好 好鮮 那我們就上菜了 好 我們瑞宗大哥 健康版的白菜乳 好好吃 溫天不加鹽巴 這菜其實本身 一點蠔油跟蝦米 就有鹹味了 現在很多人吃高湯 就像大白菜的湯 他都覺得說 是因為這樣會少吃尿酸或痛風 是因為大白菜加了砂鍋魚頭 大白加了牛肉對不對 事實上大白菜本身是 滴普林一直被醜化 而且對 吳大哥他這個地方 完全都是一個很清淡的 而且都是滴普林 唯一是如果說 你真的尿酸過高 或痛風的話 你把香菇拿掉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非常滴普林的 冬天可以保暖的鍋物了 而且我跟你講 今天想介紹大家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說 我們看到蔬菜類的時候 通常想要維他命C 比如說我們之前會談到鈣 事實上大白菜裡面還有一個東西叫鎂 它雖然不是所有蔬菜最高的 但是今天跟大家講鎂這個概念 是因為為什麼 很多人只知道說 我如果骨頭要好 我可能要有鈣 可能要維他命D 可是如果你是鎂的缺乏症 就是你飲食中缺鎂 會影響你的鈣跟D的調節 所以你會骨質疏鬆喔 對 所以你要多吃一些含鎂的食物 像我們大白菜有之外 一般堅果類 像葵瓜籽 南瓜籽 或者是一些豆類的食物可以吃 因為他們研究發現 國民調查發現我們國人 除了那種青少年之外 幾乎成年人吃的美的建議量 都不到標準 大概都只有標準的七成左右 所以偶爾可以攝取這些 好 接著下來 杜律也要分享一個大白菜雞肉捲 對 是沒有錯 因為我們本來 美國我很少看到這種 Chinese Cabbage 我們就知道這個Chinese Cabbage 對啊 很少見到這些東西 但是我想到一道菜 我們本來是用高麗菜做的 然後再試一下 如果我用大白菜可不可以成功 對啊 然後吃過之後 我發現真的不錯 真的很成功 真的很不錯 好 那所以我們首先 要準備雞肉對不對 對 那我們就是要調一下 就是雞肉的味道 好 這個是雞胸肉把它剁碎嗎 對 因為我們現在 要吃健康一點 對 特別是我 我現在盡量減肥 對不對 所以就是要吃少一點 所以我們就是調一些 比較沒有肥肉的雞肉 雞胸肉 然後把它弄得很衰這樣子 好 那如果像我 我很喜歡吃很多菜 所以我想說如果可以 多放一些菜會更好吃 好 所以我們就是要放一些洋蔥 洋蔥 然後看你要放多少 就放多少 然後一些蒜 蒜泥 好 放一點點的蒜泥 對 一點點 那如果你喜歡 都放多一點 就可以多一點 薑 薑泥 也是一點點就好 好 洋蔥 然後薑泥 蒜泥 那是芹菜 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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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芹 芹 芹 對 謝謝 芹菜 一些紅蘿蔔 紅蘿蔔 那這個可以 自己喜歡什麼加什麼 對啊 你喜歡嗎 喜歡 拿我加多一點好不好 再來甜椒 甜椒 黃椒 好 那這個是你的餡料的 基本的調味對不對 對 再加蔥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還是要加一些 如果你喜歡吃辣 我們就是要加一點點的辣油 好不好 OK 好 這是要調味一下 好 一點點的辣 再來 胡椒 那這是我特別想加的 就是肉桂 肉桂粉 因為很少 台灣很少吃肉桂對不對 所以想介紹一下 肉桂 如果你放在肉上面 那個肉本來的甜味 會跑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這個 你很喜歡肉桂味嗎 我滿喜歡 但是不要加太多 就是一點點就可以 加一點點 那你喝不喝肉桂咖啡 有 有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要加一點點的鹽巴 一點點的鹽巴 就是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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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然後我們就是要放這個 因為這樣那個 我們的肉才會 才有辦法黏住 比較juicy 對 好 我們都來試一下 我們把這個肉醬 肉泥 放在我們的高麗菜的 我們的大白菜的中間 對 這個燒魚不能放太多 如果你放太多 就是那個肉全部都會跑出來 所以就沒辦法 所以就是放夠多的 然後先這樣 然後就這樣子 把它包成一絕 把它包起來 比高麗菜還要好包 對 真的耶 高麗菜比較難包 好像魚耶 對 也可以做關東煮 對 這很關東煮裡面的那個 是不是 是 哇賽 這是美國人包的大白菜捲 這個之後 我們就是要放在一個鍋 這些全部都是已經 先蒸好的 已經蒸好了 給它蒸 差不多10分鐘到15分鐘就可以了 好 看一下你多厚 對不對 就會變成這樣子 對不對 還滿好看起來還不錯 還不錯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現在還是要調一下一些醬 好 大家都知道美國 美國人一定要有醬對不對 對 沒有 我們要怎麼吃呢 好 我們再起一個平底鍋 杜力現在要做醬汁 好 然後第一部分 我們就是要加一些橄欖油 因為橄欖油 比一般的那一種 油還健康一點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是加 加一點點的橄欖油 一點點就可以了 好 太多了嗎 沒差 沒差 有時候你要靠感覺對不對 是 對 好 然後就是加完這個之後 我們就是要加一點點的蒜泥 好 一點點的蒜泥 我喜歡蒜泥 我要加多一點點的蒜泥 你可以多一點 好 好 一些洋蔥 洋蔥給它炒香 好 然後它差不多香了對不對 對 然後香味就開始跑出來 我們就是把蕃茄的 很漂亮 很漂亮 對…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秘密 因為我就是用罐頭的這種蕃茄 我發現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 鐵味 不對的味道 所以美國人我們 至少我們家 我不知道其他的白人怎麼說 但是我發現我們黑人 都是會講 一點點的糖 一點點的糖 對… 對 就是 它就是會把那個 裡面的醬汁會變少一點 然後味道會變成對一點的 我懂 它比較沒有甜味 對 然後它比較有一點點 番茄 有一些人討厭它的番茄腥味 對 就是有一些番茄汁 有的時候你會有點番茄汁腥味 所以美國人的配方跟做法 就會加一點點的糖 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是會把 我們已經蒸好的 高麗菜捲 雞肉捲 大白菜捲 這怎麼回事 大白菜捲下去 所以為什麼一直講高麗菜捲 因為台灣人熱愛高麗菜捲 真的以後可以做成大白菜捲 而且大白菜捲更好捲 對 有 也是做法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 但是料不一樣 餡料不一樣 餡可以不一樣 配方也可以不一樣 壽司也可以不一樣 你今天是番茄醬汁 日本人就會變成關東煮的那種醬汁 甜不辣的醬汁 然後馬拉丑差不多 我們這樣子就完成了 這樣子燉煮它就完成了 對 給它煮 差不多2到5分鐘 3到5分鐘的時間 它就好了 那我們來看高麗菜捲 看一下 大白菜捲 大白菜捲 老師你這點是不是沒有喝酒 好 那我自己很喜歡辣椒 所以就是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要加一點點的 辣椒 在上面 如果你不喜歡就不要加 喜歡的就加 就這樣 好 那我們的大白菜雞肉捲 就上菜囉 我們杜利的大白菜雞肉捲 其實很好吃耶 然後雞肉也不會澀 它會很汁 而且我覺得它這道 又有大白菜又有番茄 那這個大白菜裡面 還有一個叫做奎妮 我們知道奎妮以前是用 用來那個我們在獵集 的藥物 那事實上現在奎妮 低下奎妮是可以調節 我們的免疫系統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很多我們現在 罹患自體免疫疾病 變越來越多 他常說怕吃這個 怕吃那個會引起 免疫的問題 我說你用點還有奎妮的 那些素材 像大白菜就有 那糖尿病病人 他有心血管的情況 會稍微差一點點 一般血管的病 變比較多 奎妮來講又會有點抑制 血液凝結的現象 所以一般來講 這個菜是非常好 那而且你用雞胸肉 台灣來講很多人用豬絞肉 我想熱量比較高 但是如果說 下次不加糖的話 糖尿病病人 更適合用這道 所以真的很棒 杜莉很棒 好那接著下來 賢英姐姐也要分享 這個冬天的大白菜 真的便宜大碗又好吃 你自己都會做酸白菜 對 當然我不可能 只買兩顆 我一定是買到四顆 好 所以剩下的 你就會做酸白菜 做的時候是酸白菜 因為它可以保存得 更久的時間 而且味道又不一樣 好 首先我今天用的是 包心大白菜 不過通常我都會用到 山東大白菜 好 我先跟大家講 要怎麼洗 我們之前是希望大家 是一片一片的剝 可是做酸白菜就不行 所以我會 對切 我會先切一點點 大概切個五公分左右 然後就把它 只切五公分的開口 就把它這樣 用剝的 剝的才可以 你看它整個切下來的話 那個菜就會掉下來 你看 好漂亮 它就這樣 對 所以韓國媽媽也都這樣剝 對 用剝的才能做酸白菜 然後這樣方式去沖 那個小流水方式 或先泡水 讓它整個農藥或什麼 通通洗掉 我大概通常 我會先泡冷水 大概20分鐘 把水倒掉再泡20分鐘 好了以後 我就會抓一把鹽巴 就這樣撒上去 如果泡水兩次之後 你就會抓鹽巴 對 洗乾淨以後 我就這樣撒一點 撒鹽巴 好 就這樣撒一撒這樣就好了 好 我們姐姐現在都是 直接拿一般的白鹽 稍微撒一下 撒一下就好了 這樣撒一撒 你不用擔心那個鹽會很多 因為我們還會把它洗掉 對 然後就這樣放它一個晚上 或者說四個小時 讓它整個出水 出水以後它會像這種狀況 它會長成這樣 對 會像這樣 我就把它這個水通通擠掉 擠掉以後 起一鍋熱水 起一鍋熱開水 然後熱開水 就像剛剛我講的 汆燙的方式有沒有 燙大概20秒 燙以後拿起來 然後把它整個這樣散開來 這樣子 把它散開來 對 散開來 它燙過後會整個會散 散開來讓它整個透氣 所以你在燙之前 你就要先煮一鍋洗米水 這一鍋我給鏡頭拍一下 這一鍋是你洗的米 剩下的洗米水 對 第二次 第一次我會把那個水倒掉以後 然後我們會洗兩次 三次 四次 所有的洗米水 通通集合起來 好 然後呢 滿滿的洗米水多一點 然後把我們剛剛已經放涼了 這個大白菜 就整個放到洗米水裡面 所以就用洗米水 加上這個前置作業好的 大白菜來醃製 對 一定要全部都是涼的 好 都是放涼 不能有熱度的 好 就大白菜放涼 對 然後把這個水 就稍微濾掉 對 像這樣子的方式 燙過的白菜涼了 洗米水涼了 這樣放了 好 然後這個水 是不是要淹過這個菜面 盡量淹過 對 可是它其實會浮上來 所以這個時候會希望 你一個塑膠袋 裝了滿滿的水 不要漏洞的塑膠袋 然後就壓著它 對 它就取代我們的石頭 你剛剛講說 我們這個蓋子有沒有 它會不密 對 那怎麼做酸白菜呢 一定要像這樣子 我們姐姐今天這個砂鍋 她因為不小心撞到這個小缺角 從此之後 它就不是燉湯鍋 而是白菜鍋 這樣一趟不行 這樣還不夠 要量這樣十字 十字方式有沒有 讓它整個蓋起來 我要先講 這很多人會失敗 是它等不起它量 就電風扇吹 吹的當中 可能會把那個什麼細菌 冰蟲吹進去 對 是這樣子 這樣子蓋上 對 一個禮拜以後 它就會變成這樣 我要先講 這是在弄大白菜 好 那先看一下 這個是包心大白菜 因為比較小 然後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比較小 所以這一鍋是姐姐 一個禮拜前用一模一樣的方法 對 它這個醃製的 對 包心大白菜 一顆的量 一顆的量 那也因此這一個 桃罐瓦罐比較小 不能用塑膠的 要用桃罐或瓦罐 不要用不鏽鋼的 好 那它就比較適合 醃比較小的 打開來就會長這樣 好小喔 小小的就包心 好可愛 真的酸白菜 酸白菜 好可愛 好 以後假如說 像我這樣一次都會醃兩三顆 因為這麼大一個罐 當然兩三顆比較划算 我就會把它先把水擠掉 不要洗喔 然後用整個那個塑膠 密封塑膠袋 把整個氣這樣排掉 先放冷藏 這時候你要送人什麼都可以 可是大概兩三個禮拜以後 我就怕壞掉了 我就會把它移到冷凍 對 可是你常常會入菜 像這個 我手上這一碗的酸白菜切絲 就是你自己醃的這一種白菜 它是另外一半 對 我一半拿來切好了 好 那酸白菜你說炒肉 超有滋味 對 超有滋味的 好 我們起一個平底鍋 那平底鍋 我們要加一點點的這個油 跟梅花肉 我覺得不加一點油 好像那個白菜太澀也不行 那我會加一點點 我的一點點就是大概一小 大概這樣 不到一大匙 大概一小匙 好 我會先放我們的肉 那這個肉片 就看大家喜歡什麼 對 什麼肉都可以 姐姐今天炒的是豬肉 那比方說喜歡羊肉 牛肉 隨便你炒你喜歡的肉片 是的 這個是火鍋的梅花肉 把它切成細絲 因為它的油其實不是很多 對 好 那姐姐你的酸白菜 可以生吃的嗎 可以 好 能肉實驗機 我想要實驗 看看你的酸白菜 有多酸 有多鹹 對 剛開始不是那麼酸 可是吃下去以後 就會覺得有酸味 我覺得你這個是 一般人接受度的酸 對 不是一吃就超酸的酸 對 然後也不會太鹹 吃吃看 它不是很酸的 就是 所以你說如果要更酸的人 他可能醃漬不止一個禮拜 對不對 如果你時間放更久 酸度就增加了 我是覺得不要太酸 因為你放冰箱 它還會再慢慢繼續發酸 時間發酵久了會酸 對 我們這個肉不要完全熟 因為它其實很薄 我就把我的酸白菜放下來 好 然後你這個酸白菜 也是沒有那麼鹹的 對 所以我現在理解 你剛剛講 為什麼你中間 還會有點殺青燙它 對 那一個燙的過程 會去掉一點鹽味 對 所以你剛剛看到 我抓那麼一大把 它其實吃起來沒有那麼鹹 所以我們等一下 還會加一點蠔油來調味 劉醫師 我發現 你看北方人愛吃這種大白菜 那種天冷的地方 一方面白菜越冷越好吃 一方面他們有的時候 過冬冰天雪地 蔬菜不容易儲存 所以老祖宗都很有智慧 韓國人就留下了泡菜 北方人就留下了 醃白菜 酸白菜 對 所以到這裡面來講 我們剛剛講那個酸 其實它就是裡面那個 我們這個乳酸感覺 它這個把裡面糖發酵之後 產生了這個所謂乳酸 而乳酸來講 本來就是一種有機酸 它對我們這個 有這個促進消化 促進食慾的效果 裸酸來講本來就是一種有機酸 它對我們這個有這個促進消化 促進食慾的效果 然後另外來講 其實我們這裡面剛剛講的 一個叫蘿蔔流素 在大白菜裡面 事實上在很有名的 這個關節期刊 他們發現 這些蘿蔔流素居然可以抑制 我們關節的這個磨損 所以其實來講 你看他們有新型的工作農夫 他們有時候會把這些 這個大白菜 常常入菜 那他們關節磨損 速度會比較慢 那跟它裡面這個 我們叫試骨細胞的破壞 速度會減緩有關係 這在世界很有名的 醫學情感報導過 所以常常這個 就是我們在新型工作的時候 入點這個大白菜 其實它對我們關節磨損 是有預防的效果 好 姐姐我們也差不多炒熟了 對 炒那個肉 我是看那個肉熟的話 我再開始放我的調味料 我們會吃辣嗎 OK 來 超愛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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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 好 沒關係 我就這樣 我們加了一點辣椒 辣椒 大蒜 因為大蒜很開胃 這個剛剛講抗癌第一名 第一名跟第二名 要一起抗癌當好朋友 對 沖這樣下去 好 然後我的那個蠔油 這裡 OK 好 我們加了一點 大概一小匙左右的蠔油 其實我試過這個酸白菜 它其實不鹹 對 今天的這個是不鹹的 那個酸白菜香越來越出來了 對 這樣就好 假如說有的人習慣淋麻油 我們沒有習慣 麻油也是有熱量 對 好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OK 就完成了 我們閒音姐姐 酸白菜炒肉絲 真的很營養健康好吃 很下飯 很開胃 對 也不會很酸對不對 對 我覺得15塊兩顆的時候 一次都要做三四顆 比較划算 我現在理解 你朋友收到酸白菜很開心 因為你這個版本不會太酸 不會太鹹又很好吃 也沒有那種化學的那種酸味 對 我覺得可以 它這個家裡的小朋友 一定願意吃的 因為一般傳統在外面吃的 跟酸白菜 對於小朋友來講太酸 他們應該不願意吃 可是你要知道 白菜裡面除了我們剛才講的 那些好處之外 還有叫做葉黃素跟玉米黃質 大家都知道 對於這些有沒有長期在使用 那個電腦藍光的東西 要保護你的黃斑布 這樣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你要小朋友吃那麼酸 不可憐 可是我們咸咸姐姐這個 好好吃喔 它真的酸得很優雅有沒有 就是淡淡的 很好吃 非常好吃 真的 而且它加一點辣椒 微酸微辣 然後好提味 然後那個肉也不會鹹的油膩了 對 不然有的時候吃肉真的太膩 好 那最後我也請教一下周醫師 如果有一些人吃中藥的過程 到底可不可以再吃大白菜 都是可以 但是唯一就是在吃當歸 或人參 或是像十全大補 或是麻油雞這種補湯補藥的時候 盡量不要吃到像大白菜 因為你本來就要補身體 就不太需要用大量的維他命C 還含性的大白菜把它解掉藥性 所以盡量不要吃就可以了 好 謝謝周醫師的叮嚀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的分享 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囉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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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